是的, 沒錯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關於台務 亦有一宗消息不太好 台長最近看醫生 腎功能衰退得很厲害 畢竟台長十四五歲 出現這些情況 亦都不是意外 我在這裏和鎮貓晉 和晉升老闆娘都畢竟了 因為台長上個禮拜 進入醫院, 吊了鹽水 我收到一張單 我投入一萬元 在這情況下 他的資源不可以這樣使用 因為我們收的錢真的不多 而我決定了 我們只可以每個月 台長的膳食 台長的貓沙、貓糧 現在台長又要打針 因為叫做皮下水 就是他幫他的腎 去做一些過濾 我和Joanne已經說了 每個月我只可以支付到 3500元給台長 我只可以支付到 因為沒有錢 一筆東西 我已經沒有了 隨著台長的年齡 增大了 下個月又有一筆 我把資源 用在台長身上 而令到所有手足就會少了 而且也影響了台的運作 我也很殘忍地 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就說 不行 Joanne 如果台長還有什麼病 醫生說要點醫 我就決定打針 送他一程 沒有辦法 你明白嗎 每一元 大家要了解一下 App又要更新的 又是錢 就是你做這個 又是錢 如果台長一聲 你去醫院 又沒有一萬元 下個月又沒有一萬七 那我真的 在哪裏賣人 我都不能碰 嗯 現在我知道 就是 對 你看不到尾 你說 你跌倒的手 越薄刮 跟著醫治之後 生龍活虎 那這錢當然要花 是吧 就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 如果你一見不到他有尾 他不會好 他繼續都是 會衰老下去 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 日子會受苦 總之 他沒事沒有幹 我只可以在我們的經費裡 就是給台長 吃好一點的糧 是不是 就是要吃淡口 吃脫水蛋白 就是有好一點的貓沙 跟他洗澡 一個月洗澡一次 那 Joyang說七天跟他驗一次血 我說不行了 我怎樣說 Ford七天跟他驗一次血 你留一個月才跟他驗一次 或者一個月才跟他驗一次 或者一個月才跟他驗一次 那些錢這樣 搞不定 大哥 你驗一完血就幾千元 是吧 那七天驗一次 我就不如我跟他換血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即是我怎樣做Ford 我根本無法做Ford 我根本無法做Ford 根本整件事 那 看看又如何 現在唯有希望他 即是希望他自己順順利利 即是你現在打起皮下水 即是可以舒緩他的腎 這個問題 但如果有些什麼很Sphere的情況 我真的無法做Ford 我都養了他十幾年了 但如果真的去到腦 如果也看到他身體的狀況 是無法治得好 就是天然衰老的現象 我不想他受苦之餘 即是我唯有也無法 即是 即是 台長如果真的熬不到 或者有些什麼的事情 我就已經是 人在外地 我又無法理到他 那就只可以 即是 我已經要求了Joanne跟醫生說 不會再診治了 總之 等他保安了 說說服服服 走了就算了 明白 我就沒有養殖 我就真的要在這裏 告告給大家 因為不是我冷卻 而是在我實際 玩一盤生意 有這麼多人要養的 這個情況之下 我的資源也是有限 現在 如果一聲 我在完全沒有預警 就沒有了一萬元 我今個月都很足金見肘 加上我自己私人去了旅行 我還有哪有錢 可以貼這麼多出來 是不是 我去旅行的事情 有幾方面的需要 我又要舒緩一下 我以下做節目的壓力 我也要充實我自己 或者在旅行裡面 我見到KC Sir 跟聰明的人去聊聊天 我會很開心 是不是 可以幫到自己 這個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這個是沒有用到公司的錢 但是如果你撥一聲 又要這樣 我就迫於無邏 又要用我的錢 如果每個月公司在虧錢的時候 我再要拿錢出來 還要這樣去醫治台長 我其實真的應付不到 所以呢 我都很透明的 所以我每一個決定 都會公佈給大家聽 會是怎樣 希望台長 今次醫完之後 改善身體 每個月都要打皮下水 我也希望他身體可以好些 但希望不要突然有什麼大病 因為大病 我就沒辦法幫他醫治 而且我都跟晉升老闆娘說了 你不要跟我驗不驗得這麼多 你驗了 你都知道情況會是這樣 你驗了都只有一個G字 嗯 你不需要七天驗一次 你兩個月三個月驗一次 我都覺得還是OK 是 那說一下收入 好像你這樣說 我們差不多 其實我們的眾籌計劃 就由7月1號 希望去到12月31號 就收到30萬 我們就過一步 今個星期 我們就 不是今個星期 不是今個星期 是這兩個星期 這兩個星期 就收到大概是1萬元 9700多元 加幣就沒有 我在這裡寫錯了 加幣就沒有 我還沒更新 所以不好意思 現在最後 我們收到的本項 就是18萬8千 左右 那麼 差一點就 20萬 但是 其實 只剩下11月12月 其實只剩下兩個月 還有10萬元 我們要 希望籌得到 應該就有些 混水了 可能我們最後 會不會有 20多萬呢 看看大家 有時候 都很令我心傷 喊了這麼久 都仍然是這樣的 這個情況 就是 唉 我都有時 都在思考 在這次的旅程 還要做多久 是吧 就是 是不是做了這個 延渡就算數 還是怎樣 就是 都 連隻貓去看醫生 都不夠錢 去養牠 是吧 就是 直破台 現在不做這個功能 當然也有 跟事受影響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自己就想了 各位網友 我們真的很艱苦經營 我死後一邊 我不想賣預製菜 我不想賣大糕糕 我不想 大團去旅行 我不想去 搞移民 我不想跟他們買樓宇 是不是真的 要做這件事 才可以營運下去呢 正正經經做個媒體 娛樂器 資訊 是不是真的都這麼難呢 在我的旅程 我一直都在思考 在考慮這一個問題 究竟我是否要再 另覓一個新的 這個平台 就是再繼續下去 我自己都會很強 因為第一 我突破不了我自己 是吧 就是重複又重複 在做這個情況 我沒有辦法發大 或者做一些事情 或者我寧願 我可以在溫哥華 我自己做個綠波室 是吧 然後可以改善到 那個質素 那方面的事情 但是似乎 就很難去實行 這一樣的事情 可能真的要 不做這個網台 我把我的時間 負貸出來 就是做一些 有機會 可以 找到多些 一些經費 或者令我自己的生活 不用那麼大壓力 這個是我 在這次的旅程中 積極去考慮 就是 說真的 其他的 老友 不管怎樣去做 收入 就很開心 但是 你覺得他們 是值得支持的 增加白人 要給他們 而我們做到 糟糕的 又或者我們 走到海外 都會拍攝給大家 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不值得的 一元一元 都不值得給我們 那我也沒有辦法 是吧 那我唯有認命 真的到捱不住的時候 那我 兩星期通知 就是 就是 收工的 沒有辦法 但是 台長依然的事件 令到 我都很 很明白到 捉金見罩 要做一些很困難的 一些決定 你明白嗎 沒有辦法 我真的無法 那 你 讀一下 看醫生 有一筆東西 那我怎樣頂呢 是吧 大大說 你養小雜 都不用那麼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吧 那 沒有辦法 那 還有什麼呢 應該就 沒有了 我們還有沒有時間 你說吧 說一分 好啦 我們就少少 剛剛 就說完少少 就是 這個 Left & Z 有套電影 說回少少少 開心的東西 那 我就沒看的 沒空看 我準備看的了 據稱不錯 我們有網友 Kent 就叫我回來 溫哥華 立刻的Data時間 要看 他說他可能他沒有希望 所以 絕對沒有失望 覺得 挺好看 但是 他形容這個 是左膠化了的高達 我覺得 不算 因為始終 你要打入 Lefense 這個叫做 國際市場 即是 有 亞洲人 也有 鬼佬的時候 怎麼都要 迎合很多 海外的人 一定要有 一個 女人 女人 但我在想 那 Gundam 一直以來 裏面就是有 女人做主角 娜娜 也是 開機動戰士 哈曼家 娜娜 是不是屯門那個 那個 又有馬西 是吧 阿寶尼爾 不是日本人 是鬼佬 是吧 是吧 很 diversify 小林准 有日本人 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又不覺得 一早 Gundam 已經是 diversify 我又覺得 但只不過 好像 這套電影 動漫 那個Gundam 出來的 造型 是不漂亮的 給我的感覺 有點空殘 是的 對於 你們一些 很元祖式的 朋友 可能 就會覺得 這個 顏色 又不是 不是普遍的 以前 我們紅色 藍色 黃色 白色 這次有整隻灰色 很惡忍 是的 樣子又好像 一個恐怖樣子 那樣的 那 我就 不過我又覺得 OK的 始終你去到一個 新的市場的時候 你就怎樣都要 有一些新的造型 你是不是買了 這個模型給 姐姐 馬上 我買了 買了兩盒 買了高達 和那隻 加股 我又覺得 還可以 他好像有一隻超合金 那隻超合金 好像說 那個預訂 就一般 不是 想像中 很 多人訂貨 那 始終高達和超合金 是兩件事 是的 模型是會多些人玩的 對 大家都開心 那我等他在Mobo找出 我這次是支持本地消費 我這次是在澳洲的模型股買的 不過是很貴的 差不多等於 如果以日圓價來說 差不多就等於200% 譬如它是1000日圓的 那它現在就在賣2000日圓 現在好像三十多元澳幣 那它其實應該是1000多日圓 那 講開元祖模型和元祖高達 在日本的時期 剛剛推出了 記不記得最早期 一比一四四的高達 不是站在駕駛 是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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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手腳就是這樣 最多這樣 是呀 很少活動 那些比例就夠了 現在它就復刻 不知道是幾十周年 不知道是42周年還是怎樣 復刻 1200日圓一盒 但是我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我買了 我都不會齊 每一萬塊錢 哦 那隻就買來純粹是一個怨念 是啊 沒有買到 Anyway 是呀 保持心境開朗 在逆境的時候 大家都要 奮衷自強 但是都好像老惡這樣 我們都要想另一些的止蝕位 就是不可以無止境 這樣去蝕下去 因為這次在日本和曼谷 分別跟KC Sir聊天 我們都得出人生裡面 一定有一些叫止蝕位 就是時間有限 生命有限 金錢有限 某些的止蝕位 就真的要適果而止 力大力大 就是要有一些新的做法 不可以死後一邊頸 到最後呢 後悔難回的時候 就很難搞 那希望大家珍惜 我們還有緣 可以做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 那如果 有一天 如果到營運不到的情況下 我都不會特別再繼續堅持 一定會有些走蝕位 或者一些止蝕位 會做 OK 那好了 今天大家 今個禮拜開始 我們的節目 就恢復正常了 因為我去完旅程了 今晚如無以外 你可以看到 《蝕到空虎網台》 《血淚史》第38集 就是上架的了 OK